来人男孩是这所监狱的霸主 狱中的黑人都是他的马仔 当他数到50的时候 狱警叫到了他的名字 今天是他醒满释放的大日子 狱友们都在挨个朝他 致意最崇高的敬礼 没人知道卡尔这一年经历了什么 我只知道 就这瓷器笔伏的那喊声 已经全部表达了一切 卡尔向狱友们一一告别 然后就轮到了他的死对头 就是他的大外甥恰起 狱友们亲切地称他为塔姆 卡尔一脸不屑地望向他 随后轻蔑一笑 淡然离开 狱警把衣物递给他 是一开门后 卡尔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新手村 开启了他的成神之路 只见芝加哥贫民窟街道上 一辆豪车停在了马路旁 战神卡尔闪亮回归 回到家中 卡尔四处张望 在外一年的他恍如隔世 回到家中还是对环境有点陌生 这时厨房传来了费奥娜的声音 费奥娜看到卡尔的变化 赞叹监狱真是个间接性的整容院 卡尔这性感烟洒 他差点都没认出来 听到是黑帮老大送他回来的 费奥娜脸上产生一丝担忧 生怕他再入前尘 费奥娜误以为是他的黑帮朋友要来 并告诉他要给他开一个party 好好庆祝一下 卡尔点头答应 看到卡尔的变化 费奥娜是又开心又难受 来到晚上 加拉格家族齐聚一堂 废物老爹弗兰克 对着卡尔就是一顿蒙铁 说他的英勇事迹 必须列入族谱 卡尔一个眼神杀 吓得弗兰克哑口无声 接着费奥娜端着蛋糕出来了 自离开家以来 卡尔已经很久没感受到家人的温暖 可当看到蛋糕上的字 一口气吹完蜡烛 饿了一天的他刚要干两口饭 凯文的问题接踵而至 就在这时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众人的谈话 卡尔起身去开门 众人一脸猛力 派对因主角卡尔的离开 只能就此结束 费奥娜听见卡尔叫他 正要下楼 却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住 弗兰克出来也傻眼了 果然战斗民族就是不一样 尼克这一套流利的军体群 吓得父女俩差点丢了魂 男孩正在社交网站上大肆撒网 正值青春期的他经历非常旺盛 更何况他还蹲了一年牢 因为从小没了爹 尼克睡觉时需要拿着他的护身法器 要想赚大钱 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 卡尔迈入巅峰第一步 先是从收保护费做起 老板看到外面的黑旋风 吓得他差点把自己保都掏了出来 可卡尔迈何许人也 风浪越大于越贵 接着把矛头转向了学校 先是找到瘸腿里 小小一百元就给他拿下了 并告诉他十分钟后学校后门见 卡尔利用自己的小智慧 成功打通了学校的市场 卡尔为了做大做强 搞起了自己的独特营销 他们的宗旨就是除强服弱 来者皆是客 原来购物还得回答问题 小伙表示买了能报培训吗 然而卡尔却让他自己往上学取 小伙一听果断拿下 随后卡尔拎起自己的军火库 潇洒离去 只剩深藏公寓名 卡尔的光荣事迹 已经被校长发现 卡尔本以为校长会因此开除他 但他万万没想到 连卡尔都没想到 买卖居然都能做到校长这 从此卡尔直接跟校长以老铁相承 刚要回教室的卡尔 又被一个女老师拦住 卡尔以为他是来找查的 却没想到又是一位新顾客 好不容易闲下来的卡师傅 来到食堂觅食 突然一个少年的牌子掉落在地 除了学生 老师们人手一把格洛克 这一幕 把卡尔整得尴尬不已 赏勇吃比基尼宝贝 品男孩百味人生 卡尔这六亲不认的步伐 再加上爆发户的气质 让在场的女孩们 都想深入探索一下 这个神秘的男孩 可他的老铁尼克却萎靡不振 因为他心爱的自行车 被人偷走了 卡尔正在想尽办法让他振作起来 看他还是不开心 于是决定送他一辆小汽车 老黑表示车在人在 车亡人亡 但他还是看在卡尔的面子上 勉强凑复一下 直接一脚120脉 潇洒离开 都玩疯的俩人 坐在车上喝着小酒畅聊人生 尼克表示在干几当活 就筋盆洗手了 卡尔却不知 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和尼克喝酒 第二天 卡尔和尼克带着代笔参加聚会 去网图中 尼克发现一个黑人男孩 正骑着他的自行车 尼克猛然掉头 就要除掉那个小男孩 一路尾随到小男孩家后 在卡尔的劝阻下 尼克还是放弃了 来到派对上 尼克表示要去拉巴巴 卡尔感觉事情不对 只听外面发动机启动的声音 尼克还是去了小男孩家中 卡尔一路追赶 还是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只见尼克浑身是血的坐在门口 还有那把沾满血迹的锤子 卡尔知道一切都完了 看到屋里的惨状 卡尔还是没能忍住 跑到一旁吐了出来 而尼克什么也不说 无奈地看着卡尔 这时响起的警笛声 催促着卡尔赶紧离开 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尼克 被佛波勒带走 自己却啥也干不了 经历尼克事件 卡尔的心态也产生了改变 他把自己的积蓄全挖了出来 随后来到餐厅 给到了正没钱赎回房子的菲奥娜 卡尔表示让他看看 菲奥娜看到包里的马内震惊不已 转身潇洒离去 卡尔就此风神 装最牛的币 泡最辣的女人 卡尔驾驶敞篷跑车 喜提性感辣妹 刚要上车带他起飞 车门一关 却将他拉回了现实 意犹未尽的他 回头朝老黑表示 梦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正值青春期的卡尔 盯着黑妹的照片彻夜难眠 感觉不满足的他 居然还要放大看 卡尔按下决心 一定要俘获女神芳心 于是为了女神 他努力工作 工作完的卡尔 走在校园的路上 恰巧碰到了自己的女神 于是卡尔开启了恋爱脑模式 上来就是一番土味情话 黑妹奄然一笑 觉得卡尔就像个发情的猴子 于是扭头就走了 而卡尔就像个狗皮羔羊 你怎么甩都甩不掉 卡尔为了证明自己是黑人 还把校长搬了出来 卡尔的这波操作 直接唬得黑妹一愣一愣的 随后一脸尴尬的离开了 不甘心的卡尔 又来到了黑妹家 出来的却是黑妹的老爹 而卡尔还在死亡边缘无限试探 朝着黑爹就是一顿嘲讽 看着卡尔跟个猴事 都给黑爹整了 吓得他俩转身就跑 跑到一半 卡尔才发现 他把老弟落下了 于是他又抱起老弟继续逃跑 卡尔的泡妞计划就此泡汤 卡尔一家正在其乐融融的聚餐 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他们 原来是黑帮成员来找卡尔 卡尔表示他想筋盆洗手 这可给小黑整不乐意了 一拳就给他放倒了 并警告他明天最好过来 一时摸不着头脑的卡尔 只好又找到了他的废物老爹 卡尔告诉弗兰克 他不想干了 看他态度如此坚决 弗兰克决定让他先休息一天 由他来帮卡尔收账 就他这遭老头气质去收账 是没人会理他的 于是他又来到理发店 来了个改头换面 理完发的弗兰克 容光焕发 还真有这么点大佬气质 一脸嚣张的他来到裁缝店 店主表示 你算了什么东西 之前交保护费 是因为他带着个凶神恶煞的人 明白道理的弗兰克 转身又回到了理发店 进门他就要找一个凶神恶煞的人 弗兰克一看 这就是他要找的人 在大壮帮助下 弗兰克成功收到了保护费 而老黑表示 陪你这个傻子演戏得加钱 老黑表示还是少了 于是又给了他一张 这一张又一张 弗兰克收的还没有出得多 为了赚得更多 弗兰克找到了小飞 表示自己可以替代卡尔去送货 因为实在没人送货 小黑也只能靠着弗兰克 而卡尔为了脱离组织 找到了老黑准备谈判 看情况不妙 菲奥娜的线男友肖恩下来原场 肖恩表示 大家都是到上混的 给个面子行不行 老黑看在卡尔以前没出卖他的份上 还是放过了他 但死罪可免活最难逃 来到弗兰克这边 他又找到了大壮 表示要借他车去外地送个包裹 沉浸在快乐之中的弗兰克 完全忘记了要去送包裹的事情 看到消失一大半面粉之后 弗兰克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送完包裹回来后 弗兰克对着大壮 寒暄了两句 就下车了 紧接着他就迎来了黑帮的报复 原来是弗兰克怕被识破 在面粉里掺了一半婴儿排便样 男孩请女生来自己家唱歌 而女生的目的并不是唱歌 虽然是想跟他happy 卡尔放学走在回家的路上 这时黑妹拦住了他 并表示自己手表是夜光的 想去他家被子里给他看看 卡尔这波简单而又深沉的装备 彻底给黑妹拿捏住 而卡尔并没有回家 他为了摆脱帮会 只能在姐夫肖恩的餐厅打工 今天是他收到的第一份正规工资 一看数额让他大吃一惊 并表示你是童工 给你钱就不错了 要什么自行车 听肖恩说的挺有道理 卡尔也只能无奈收下 这次黑妹来找卡尔 老板表示他在后面刷盘子 卡尔看到黑妹一脸震惊 黑妹表示 还可以让卡尔看看他的夜光手表 见黑妹要不开心了 卡尔立马戴上了发王 黑妹见他如此听话 当即就送了他一个香吻 刚刚的一吻给卡尔整个回味无取 放学俩人回到家中 黑妹先把小老弟赶了出去 然后又拿出了他珍藏多年的发器 这给直男卡尔整懵了 直到黑妹拿出了发器 卡尔才明白了他的道理 一番施法 可给俩人累坏了 意犹未尽的卡尔下来讨要发器 伊恩表示只有两个 拿上发器的卡尔接着就跑步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而男孩却因自己的长处 遭到女友嫌弃 卡尔心想 我信你的鬼话 于是来到厕所 想要一探究竟 卡尔看到每个人的规格都相同 发现只有自己的是个另类 他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卡尔就去寻求情圣哥哥们的帮助 他定睛一看 利亚姆也答了 原来家族中就他是个另类 伊恩表示 是不是你阳气过重的原因 卡尔接着耗了一把 仔细一瓶 小魏真的太酷辣 卡尔接着又去质问弗兰克 小时候为什么不给他打了 卡尔看他没有利用价值了 扭头就走了 于是卡尔决定自掏腰包 挖出混社会时候留下的小金刚 下定决心要让自己变成真男人 手术如期而至 菲奥娜回到家 看到了一瘸一拐的卡尔 以为他又出事了 这是男孩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只有经历这件事后 才能变成真男人 而卡尔却因这件事 受到了同学们的嘲笑 这可给卡尔气坏了 黑妹为了安抚卡尔受伤的心灵 上来就是一段小糟话 可年纪上小的卡尔还是经不起考验 黑妹几句话就给他拿下了 捂着裤裆就跑去了医院 你还不错吗 你还在把我脖子上 你告诉我 你还不存在很多不破坏的肌肉 对 因为你剁了它 医生表示 如果你在这么馋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你认为最恶心的东西 医生的一番话 让卡尔瞬间顿我了 刚工作完的卡尔 接着迎来了她的第一次考验 只见一个辣妹推门而入 卡尔瞬间惊呆了 哪个干部经得住这种考验 就在卡尔一游未尽的时候 一阵疼痛感唤醒了她 没通过考验的卡尔 来了个医院二进攻 医生告诫卡尔 如果有下次 就直接把她嘎了吧 来到回家路上 卡尔迎来了史上最难关卡 电车美女之超级加倍 幸亏她这次有所防备 墨镜一戴 谁也不爱 在道具加持下成功逃过一几 伊恩和利普不愿见卡尔再次裂开 于是给她准备了个小惊喜 原来是伊恩给她打了真正病计 这样她就可以安稳度过剩下的时间了 卡尔经过了72小时的试炼 终于又可以享受人生了 老丈人长老丈人短 卡尔看见老丈人腿就发软 得知自己女儿得病的老黑 就要给卡尔活剥了 还好卡尔身形矫健 利用家中优越地形 成功逃过一劫 接着卡尔来到医院 把锅全甩给了她的主治医生 说自己得病都是医生导致的 听得医生一脸猛逼 卡尔天真的以为医生要给她做核酸 好了伤疤忘了痛 卡尔不惧老丈人威胁 再次找到黑妹 青春期的卡尔被恋爱冲昏了头脑 上来就是嘎嘎道歉 这种黄头发大脑门高鼻梁的恋爱老卡尔 真的很难让人不心疼 为了搞清事情真相 卡尔激发了自己的第二大技能 侦探般的小脑 一路尾随 终于黑妹在一处人家停下 卡尔看到他居然跟隔壁大撞在一起了 伤心的他咔咔就是一顿拍 然后带着证据找到了黑 老黑看到卡尔手里的检查报告和照片 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卡尔点头确认 俩人接着来到事发地点 硬核老爹在线抓人 直接出动特种部队 碰到这种硬核老爹 这位女妈不妈 卡尔迎来了他的第一次面试 凭借老黑的推荐 芝加哥警局 卡尔本以为会屏不清云 而面试官表示 名额已经满了 听到面试官的话 卡尔只能无奈离开 失落的卡尔走在路上 老黑表示 看你帮我找到女儿的份上 可以推荐他去军校救赌 你会员为我的黑色吗 还不 还不 但你能够用一个DNA试试 证明你的发展 他需要一个厨房的脂肪 厨房的脂肪 它扩到我的脂肪 厨房 有老黑的支持 塔尔心中又燃起了希望 医生表示 你其实是个印第安人 黑妹听说塔尔要去军校 接着又开始挽留他 黑妹表示 跟大壮在一起并不是自怨的 紧跟上一记夺命相吻 黑妹这一个吻一句话 又给恋爱恼塔尔拿捏住 老黑接着找到塔尔 塔尔见老黑马上要生气了 只能被迫营业上了车 塔尔看到眼前的影音 直接亚麻呆住 上一秒还在和他撕定终生的黑妹 下一秒就躺在行男怀中 老黑前脚刚走 阿伟后脚就开喷 塔尔奄然一笑 听到塔尔的话 直接给阿伟吓傻了 塔尔接着转身离开 深藏公与民 这个男孩是名誉被军人 他不仅性格开朗 而且还乐于助人 眼前这个瘾君子 就是他这次的重点扶持对象 别看他被铁链拴着 但这可是地下戒毒所的最高page 而突然的一个电话 打破了平静的一切 塔尔因助学金被扣面临退伍 心里不爽了他 当即就要给地下室的 影君子来个军训 塔尔被迫开启打工人模式 刚打开盖子 就被里面的奥利给恶心吐了 可他为了钱还是鼓起勇气 朝着池子就是一顿套 刷完池子的塔尔 先是干了一箱红牛提神 然后就开启了自己的副业 赚到米的卡师傅心情非常愉悦 当即决定放了老铁 让他重新做人 刚休息没依惠的卡尔 又听到了敲门声 原来是老铁带着女朋友来给他送福利 老铁送来的这波福利 可给卡尔乐坏了 有了老铁的介绍地下戒毒所迎来的巅峰时刻 青发妹表示 咱们可以演出戏然后赚取赎金 要求就是给他来跟老兵棍 卡尔心里一想 果断答应 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 金发妹的老爹也如约而至 把钱放在了指定位置就离开了 可到高一尺磨高一丈 就在卡尔检查赎金时 却被金发妹老爹来了个回马枪 见卡尔嘴咬得这么硬 老灯只好劝他离开自己的女儿 老灯的一番话 给卡尔整懵了 回去就要把金发妹放了 可英雄难过美人观 更何况是卡尔这种未成年 在金发妹的骚操作响 卡尔还是被拿下了 男孩未满18岁 但他却凭借娴熟的技术 成为了一名老司机 这是他第一次带着女朋友东风 但女孩怕他过于疲劳 于是就要帮他提提神 好在后面的乘客戴着耳机 卡尔也抛下顾虑 直接放飞自我 就连洗澡金发妹都要跟卡尔一起 因为怕卡尔在军营太寂寞 他决定拍几张小照片 在卡尔训练类的时候 还能犒劳一下自己 卡尔不仅想处对象 而且还想去军校 于是他决定送金发妹个小礼物 以表对他的忠心 阿三解释道 金发妹谁买谁牛逼 卡尔想也没想直接拿下 然后他就把金发妹带到不知好的房间 接着掏出了他的金发钻戒 可他万万没想到 他的这波操作 让金发妹彻底疯狂 误以为卡尔在向他求婚 卡尔整个人压麻呆住 只能被迫灵验 俩人接着来到民政局 金发妹激动得恨不得直接原地结婚 但工作人员表示 结婚证只有60天有效期 两人只好无奈离开 回到家的卡尔彻夜难民 于是这个老实人只好坦白一切 表示自己还有事业并不想结婚 金发妹的理性 给了卡尔一丝喘息的鸡魂 第二天 憨憨卡尔就要送她的礼物 可金发妹怎么会轻易放她走呢 直接上言苦肉计 卡尔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自己中计了 卡尔女友为了阻止她当兵 什么疯狂的事都做得出来 不惜上演一出苦肉计 只为拿捏男友芳心 为了深入了解卡尔 金发妹让她带自己来到了从前居住的地方 点为模式下的金发妹 开启一技能就往前冲 伴随她的就是一个狗之士 只见一具尸体就这么躺在他们面前 金发妹看到尸体后 显得异常兴奋 不仅不害怕 而且还要上去拍照发朋友圈 卡尔带着金发妹 来到了最初她混社会的地方 转角却出来个小黑 卡尔表示 我以前出来混的时候你还在戳尿窝呢 车上的卡拉米对着他们说是一阵不忍 这下又给金发妹激动坏了 拿起手机 卡卡又是一拍 这是卡尔的老铁小白出现了 听到他们的对话 金发妹扭头就走 下头金发妹对着卡尔就是一顿皮忧 卡尔也不惯她毛病 拽下来就是一顿疯 但她怎么敌得过点尾呢 大招劈头谁受得了 卡尔这种憨憨恋爱呢 终究男淘金发妹魔爪 男孩为了保家卫国 不顾家中美艳娇妻 毅然决然踏上征程 可他的女朋友会这么轻易放他走吗 眼前这个大聪明是新兵阿伟 他是卡尔今生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因他自己的训练不合格 整个班都要陪他受罚 丈夫在里面训练 妻子也不能闲着 金发妹随夫从军 军队的铁王也阻挡不了他对卡尔的爱 举起粉丝灯牌 在场边当起了啦啦队 卡尔接着就被叫去谈话 卡尔上来就先发制人 对着上司就是一通惨红体 长官向他明确表示 只要你处理好个人事务 晋升什么的都不是问题 可当卡尔看到金发妹的骚操作 就知道自己前途无望 阿伟见班长遇到了难题 睿智的他当即就要帮卡尔勇服后跑 第二天训练时 阿伟跑上去就要邀功 卡尔听得一头雾水 众人瞬间愣住 卡尔一听媳妇没了 整个人瞬间压麻呆住 本来还有两天 卡尔就可以再次享受欢乐时光 阿伟的这灵门一脚 直接打碎了她的幻想 这个女人曾是南区叱咤风云的王者 后来因生恶的双胞胎退以江湖 如今她再次卷土重来 并请出了祖传秘宝 竞技套装和她的最爱法器女王边 小手一挥 法力一天 卡尔自从上次被迫收到阿伟的解忧大礼包后 痛是爱气的她也只能往前看 接着就去报名了西点军校 可梦想很疯啊 现实却很骨感 卡尔一听 不就是让我去找关系吗 接着就来到爱来博酒吧 看小维能否帮她一把 小维轻蔑一笑 向卡尔表示 这个军校你去订吗 小维领起法器就走向了战场 施法过后 议员接着就会见了塔尔 只见议员直接掏出信封 卡尔一脸骄傲地接过信封 男区女王实力不减当年 轻松拿捏小小议员 男区议员经过了女王的审判 成功让平民窟男孩再次进阶 完美踏出新手村 回家的卡尔却没有过于兴奋 而是照顾起自己的老伙计们 就连EA也发现卡尔变了 变得没有血性了 于是卡尔决定从网上学习一下 好让自己重回巅峰 可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她 原来是黄毛的名额被卡尔抢走了 这给卡尔整猛了 而黄毛的大臂都接踵不至 并定好了黄昏的桥凳子底下剑 一场真男人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卡尔自知现在的他绝对不敌黄毛 于是他找到了男区的枪王 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暴头迈克 迈克为了展现自己的实力 脱下上衣就让卡尔目睹他的功勋 可卡尔还是娘们唧唧的 表示自己还是不敢动手 学到到头真谛的卡尔如约而至 两人一番斜伤后 决定走至二十步开外红 同时回头开枪 只见两人同时回头 却没有一个开枪的 气氛瞬间紧张到顶点 忽然黄毛朝着自己拿了一枪 这可给卡尔整翁了 原来是黄毛不想去军校 他想当一名诗人 黄毛整个人压麻呆住 当即表示让卡尔再给他来上一枪 好好地决斗现场 却让黄毛硬生生地变成了施朗松大赛 气得卡尔才手就是一枪 这一枪也成功让卡尔找回自信 随后捡起手枪潇洒离去 平民窟男孩参加高档聚会 里面的装饰净显奢侈 而从小生活在南区的 他没见过大场面 因此对这环境感到格格不入 这是一个女生找他搭讪 并分享了他的小麦果汁 并表示刚刚那个瘸子 是他老爹 卡尔一听 这不傍上大腿吗 女孩见卡尔面容叫好 于是邀请卡尔去尝尝他爸的茅台 来到卧室 俩人一番积吻后 女孩表示想深入了解一下卡尔 一开始卡尔还在装腼腆 可在女孩的诱惑下 他还是选择了妥协 卡尔刚要进入战斗状态 女孩却突然没了动静 感觉都上来了给我玩这个 卡尔直接无语住了 无聊的卡尔也只能小睡一会儿 女孩不管三七二十一 抓着卡尔就要给他来上套军体拳 卡尔刚要逃跑 就被女孩轻松放倒 幸亏卡尔也会两招 直接一记红扫 扭头撒腿就跑 正当卡尔觉得安全的时候 又遇到了斗皇巅峰的女孩他爸 直接给卡尔当垃圾式的扔了出去 卡尔好心荡成驴肝肺 被迫狼狈离开 善良的卡尔回家又处理起了狗狗尸体 突然一个电话从天而降 原来是女孩来找他 吓得卡尔赶紧求饶 并表示他看了视频了 知道卡尔是个好人 接着就是一顿看 加拉格小种马再次收获大腿一个 男孩正在约女朋友出门 可女孩却劝他耗子为之 没想到下一秒 老丈人就拿枪顶住了他的脑 经历了社会险恶的卡尔来到家中 并向代比告知了一切 话音刚落 凯莉就随后而至 习惯性地拿起肥窄水和增肥片 又开始了颓废模式 而卡尔却突然提出了分手 少校的电话接踵而至 原来一切都是卡尔跟少校串同好 凯莉二话没说 上去就是一套情拿手 并让卡尔赶紧说实话 原来是卡尔怕毁掉凯莉前途 才不得已出此下策 凯莉见加拉格的人都回来了 就勉强放过了卡尔 无聊的他们决定构造梦想版图 而卡尔的梦想非常广阔 接着转向凯莉这边 就一张大海平平无奇 这就是平民窟和上流社会的不同之处 凯莉所有的路都由少校铺垫 而像卡尔这种活在平民窟的问题上 却只能自生自灭 一番沉思过后 凯莉突然醒悟 带着卡尔就走了 少校刚要打电话给凯莉 而她却突然出现了 兄弟俩见情况不妙 只好坐下接受审判 凯莉一顿摩拳擦掌后 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海莉的气势下的兄弟俩大气不敢喘 只能被迫一一接受 见俩人都同意了 凯莉也逐渐开始放飞自我 提出的要求也是一个比一个过分 而少校也只能无奈答应 最后凯莉直接下达了命令 卡尔一下进入两难境地 一边是独臂少校 一边是战神女友 最后卡尔获得了少校同意 着急忙慌的就去伺候女友 而少校则是被吓得亚麻呆住 男人在学校遭受了非人类的待遇 而今天他将迎来解脱 今天是军校的毕业典礼 每个人都将上台受到上将的加冕 可轮到卡尔的时候 上将显得不是很开心 看似卡尔已经毕业 实则新的任务即将开始 为了庆祝卡尔顺利毕业 凯莉为卡尔准备了快乐大礼包 并要求她必须在32小时之内用完 看样子凯莉就是想把卡尔生吞活泼了 一番训练过后 凯莉却对卡尔的效率感到不满 但人在河边走哪有不实行 不出意外的话还是出意外了 好在凯莉是懂人体构造的 调整好姿势就催促卡尔赶紧去门 只见凯莉进门就一直蹦 卡尔还以为她神经了 而凯莉表示这是她独家的物理排除法 而药房人员对她俩也见惯不惯 因为每天出现意外的情侣们数不胜数 但卡尔对于店员质疑的眼神显得有点害怕 于是她转头就去旁边柜子里拿了瓶饮料 恰巧拿完药的凯莉回到了收银台 男人正在一脸嚣张地横穿马路 这时身后的男孩却阻止了她 但她不仅不智慧 而且还说起了垃圾话 可她不知道她将为她所做的事付出代价 只见一帮童子军一下就被男人放了 接踵而至的就是一顿暴揍 这就是我们的男区霸王卡尔下市 眼前正在进行的是搏击训练 卡尔一招断子绝孙脚 疼得阿伟嗷嗷直叫 完事后卡尔还要一番耀武扬威 质问还有谁不服 突然教官的出现打断了卡尔装剥衣服 领导见这帮孩子没经验 于是让卡尔带他们操练一下 卡尔一听就来劲了 表示必须要让他们尝尝人间疾苦 那么好卡尔直接把家里当作实战基地 在座的全部都是嫌犯 眼见制服不了老灯 于是卡尔又把矛头指向了伊恩这边 吓得卡尔赶紧让手下回来 见大伙都不愿给他面呢 卡尔只好实行地技模 来到二楼上演满青石大哭血 并告诉他们如何才能撬开阁下的嘴 女孩的蓄力一击 看得卡尔十分满意 现在模拟的是拯救人质环节 只听几声枪响 卡尔的装播仪技术再次升华 看得吃瓜群众们是热血沸腿 接下来轮到了小美展示 碰了一声子弹结实地命中了人质 这个男孩第一天上岗就遭受了飞人待遇 但一番戏品过后他居然还觉得好劲吗 今天是卡尔任职警察的日子 兴奋的他在上班前 就把南区所有的情况都记录了下来 大到偷车贼小到站街女 在他上班的一刻全部都得拿下 出生牛独不怕虎 芝加哥警员卡尔前来报道 卡尔本以为自己马上就可以伸张正义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导师地匹 竟然是警局赫赫有名的老混子 在地平眼里伸张正义是不可能的 上班默于享受人生才是警察真谛 上来他就教会卡尔当警察的第一课 地平表示自己的 是善良之枪 因为自己从来不下车也没机会使用它 地平的一方话听的卡尔直接怀疑人生 卡尔刚要开始摆烂 突然广播传出他们附近的一个便利店被抢 激动的卡尔刚要回复消息 却被地平一把拦下 摆烂15年的他身知去了就得挨枪子 于是就当做啥也没听见 见卡尔接受摆烂后 地平又若无其事地唱琴歌 而当地平唱泪了想吃饭时 他又给卡尔上了第二课 用谎报嫌犯为理由给自己争取午饭时间 Dispatch, this is Officers Tiffing and Gallagher A concerned citizen just stopped us And reported a suspicious person over on Hemlock Street We're gonna investigate Copy that For back your findings to the community backup Will do What the hell is that all about? Why is there more time for lunch? HeadClan P, here we come So let me get this straight We don't respond to real crimes in progress But we do respond to fake crimes that don't even happening You're getting the hang of this This is so not what I signed up for Come come Thank you 接着地平就带着卡尔来到家里 享受巴巡老母亲给他们准备的午餐 可卡尔突然提醒他是不是该去巡捉了 地平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对 就当塔尔以为终于要走时 结果下一秒 This is Officer Tiffing Office Gallagher and I located the suspect And we are now sitting with the question Car尔直接无语 原来是地平又给自己午餐时间加了个重 甚至吃饱喝足后的他还要再去睡个午觉 看到地平的神仙操作 卡尔一度怀疑选择当警察是否正确 而这才只是刚刚开始 下班后的地平领着卡尔来警察酒吧享受人生 而卡尔看见一口气干掉三生啤酒的弟弟 和上班时判若两人 地平又带领卡尔去厕所学习警察第三课 可去的时候好好的 出来时地平确实被担架拉出来 原因就是喝酒太多导致心脏病发作 或许这就是地平长期百万所导致的后果 眼前的男人在群众的呼喊声中逐渐迷失自我 就连他的搭档也为之赞叹 男人凭借一口气喝十斤啤酒的神仙操作 成功俘获妹子们的芳心 就在下一秒四人相约厕所想要相互学习时 喝了太多酒的地平就不显人事了 倒霉的地平喝酒时有多潇洒 被担架拉出去时就有多狼狈 第二天卡尔本以为地平会按时上班 可局长却告诉他地平的恢复几率不到六成 迫于无奈局长又给卡尔找了个新搭档 警司上车就给卡尔讲了第一课 看似很无辜的人其实是最可恨的人 例如说前面那个闯红灯的残疾老头 接着下车就要教他如何做人 老头以为警察是看他可怜来帮他 结果下一秒警司就把老头推回了路对面 气得老头差点站起来给他一球 卡尔看着警司的炫酷操作 心想这才是自己当警察的真正梦 到了午餐时间 警司看到卡尔的午饭后 接着又给他上了第二课 让他赶紧把那些娘炮吃的东西扔掉 只有红牛配鸡胸肉才是警察的真谛 俩人刚一出门就收到了任务 卡尔一听自己可以开车抓捕套法 这搭档比地平满网登好太多了 即便是卡尔一路车速180度 可俩人还是来晚了一步 只见嫌犯早已被别的小组带 但经验丰富的警司一下就看出了端倪 告诉卡尔围观群众里面绝对有他的买家 小伙见识不妙撒腿就跑了 虽然卡尔的智商不行 但是论体力他赶成第二没人赶成第一 一把扑到小伙又缠斗在了一起 可卡尔实战经验不足逐渐落入下方 好在警司及时赶到 而小伙在警司眼里犹如玩物 三两下就被警司制服了 两人正要押送罪犯回警局 警司却要教卡尔如何敲开犯人 警司一脚油门配上击杀 差点让犯人脑袋开花 警司见小伙还是嘴硬 刚要再给他来一下结果压这火星了 警司的这波操作不仅拿下了小伙 我也看待了卡尔 眼前的男孩做梦都没想到 而使得梦想居然能在警局实现 当警察居然可以身穿便衣开着跑车 这就是新人警察挤破头都想加入的风机组 这是卡尔加入风机组的第一天 在老警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一处仓库 里面存放的全是警方扣押的物质 老警们和仓库管理员是老铁 只要他们喜欢想开啥就开啥 铁汉汉卡尔这才明白 自己分配的新组有多么香 而仓库管理员二发没说 上来就给他们送了一份大理 领完大理包的卡尔 接着迎来了他的任务 老警让他去马路对面买点劣质大麻 可单纯的卡尔以为是要引蛇出洞 在确认是大麻无误后 众人来到一家大麻贩卖店 卡尔不解这家店明明合法 为什么还要去 老警告诉他如果你想升职加薪 就必须有他们的推荐才行 买完回来的卡尔把证据交给了老警 可他们却又往里面倒了很多添加剂 卡尔这才明白原来老警是在黑吃黑 他们想利用添加剂来黑药防疫 因为合法大麻害的他们没钱赚 只有从中获取回扣他们才有好日子 卡尔一听黑钱黑到了自己家 立马就通知酒吧赶紧处理掉违禁 可时间不等了 处理完前几家之后就只剩爱来博酒吧了 老警见卡尔表现很好 决定让他开车感受下大麻利的快感 但老警却不知他的操作正中卡尔笑 一脚地板游就要送老警去见头 虽然法拉利报废了 但卡尔看着距离不到100米的爱来博酒吧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白人男孩未坚守心中正义拒绝向资本家道歉 并亲切地问候了资本家的父母 可出声平民哭的他怎能敌得过资本的力量 当时有多潇洒现在就有多狼狈 卡尔虽然没有被开除但还是被降了几 只能沦落街头靠天罚单为生 这时导师地平过来劝卡尔低头 而卡尔也是死要面子或受罪 誓死不向资本主义道歉 见卡尔如此坚定地平又开启了混子模式 班也不上了就要跟卡尔比划比划 卡尔深知自己是降级了并不是被开除了 这个接骨眼上在摸鱼服就是自寻死路 Oh my god That's my song 总是那么短暂 告五结束的卡尔不得不继续贴罚单维持生活 本以为卡尔不会区别对待任何人 但下一秒附加你的出现打破了他的原理 出声平民哭的卡尔怎会放过任何一个富人 不管他多有钱只要是违法就不行 就连路过的狗违法都得交200块再走 经历了富家女事件之后 卡尔明白了自己应该做个维护穷人的警察 而不是当资本家的舔狗 就在他又要小赚100块是车主 却突然出现了 卡尔不敢相信原来的前台打工载递时 竟然一跃开上了雷克萨斯 看在老情人的份上 卡尔也网开一面决定放他一马 可就当第十要离开至今 卡尔还是说出了心里埋藏已久的话 见其不愿透露卡尔也只能无奈怒送他离开 虽然女人和孩子没了但卡尔的业绩上了 躲在小巷子里的卡尔成功掉到一条大鱼 见女人停车离开后卡尔立即出发 可卡尔刚开始操作就被女人发现了 但卡尔完全不听女人解释 在他眼里开豪车的都不是好东西 女人眼里拉斯差点就把卡尔拟了 好在他一直坚定属于钢铁直男类型 开完罚单的卡尔迅速离开 生怕下一秒女人就给他生吞活波了